欢迎收看韩天新闻 我是子彤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但感染病毒的人数仍在继续激增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TC目前表示 美国已经接种了三亿六千五百七十六万 七千六百七十四剂新冠疫苗 其中两亿两千九百六十万 一千六百七十六人至少接种了一剂 一亿七千二百一十七万一千零九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周四上午公布的这些数据显示 百分之六十一点一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百分之五十一点九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在十二岁以及以上美国居民中 百分之七十一点五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百分之六十点七的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 在十八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 百分之七十三点五接种了一针 而百分之六十二点八完全接种 六十五岁以上的美国居民是接种疫苗最多的人 百分之九十一点七的人接种过一剂疫苗 百分之八十一点四的人完全接种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 全国各地总共已经发放了四亿三千四百五十八万两千一百八十五剂疫苗 尽管有疫苗 美国好几个州报告的住院新冠患者比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多 德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也加入了这个不断增长的名单 阿肯色州 佛罗里达州 路易斯安那州 夏威夷州 密西西比州和俄勒冈州都报告了创纪录的住院病例 现在的数字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比去年八月更糟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疫苗咨询委员会成员保罗 美国奥菲特医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CNN说 去年八月我们有一个完全易感人群 而且我们没有疫苗 现在我们让全国一半的人都接种了疫苗 但尽管如此数字还是更糟 德尔塔变种是一个巨大的游戏改变者 他说 德克萨斯州一家医院系统正在报告创纪录的住院儿童人数和病例数量 德克萨斯儿童医院临时儿科主任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德尔塔变种引起的病例激增已经创下了新的记录 在2021年1月初的一周内 我们当时达到了900多例的最高水平 那是我们冬季的高峰 我们现在一周内的病例已经超过了1300例 全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100人 是3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为了应对激增的病例 伊利诺伊州成为最新一个强制医护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接种疫苗的州 他加入了越来越多有类似强制令的州的行列 伊利诺伊州也恢复了室内戴口罩的强制规定 我们目前接种疫苗的水平不足以解弱 德尔塔变种病毒导致住院激增的凶猛程度 州长普利兹克在芝加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某些地区医院管理人员正在寻求更多的帮助来管理大量新的患者 我将再次强调 他们几乎完全是那种选择不接种挽救生命的疫苗的人 白宫主要医疗顾问 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 星期天2021年8月29日在CNN电视节目中说 美国有能力避免这项预告成真 但问题是美国有8000万人还没有接种疫苗 如果我们能使那些人接种疫苗 我们就能扭转这个局面 我们能有效和快速的做到 他说人们搁置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 并接种疫苗这是多么重要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上个星期美国平均每天有10万人应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 病例上升的幅度只低于去年冬天的情况 而当时没有疫苗 田纳西州的一位废科医生对纽约时报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病毒导致整个家庭崩溃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与此同时新西兰奥克兰市的居民正面临着又一个星期为期两周的封城措施 星期一该地区又发现了53宗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 一天前出现了83宗病例 面对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不断增加 以色列决定向所有12岁以及以上的公民开放新冠疫苗补强项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苗资料中心星期一报告 全球累计有2亿1640万感染新冠病毒 450万人丧生 欧洲联盟星期一8月30日将美国移除了安全旅行的名单 并建议对来自美国的访客重新实施新冠疫苗限制措施 最近的几个星期 美国新增病例和住院病例激增 在重新做出这项有关非必要旅行的建议之前的两个月 欧盟解除了对美国游客的多数限制 不过美国仍然没有对欧洲旅行者开放 对欧盟来说 安全名单的门槛是感染率在过去14天里 每10万居民不超过75起新增病例 来自美国疾控中心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感染数据显示 每10万人中的新增比例超过了300起 上星期每日平均新增病例超过15万起 这让人回想起 今年1月和2月的疫情高峰 与新冠病毒疾病有关的住院人数也上升到了10万左右 这是2月初以来未曾见过的数字 加州塞拉县监视劳尔罗恩表示 近年来加州野火造成的大规模破坏 与其归咎于天气变化 不如说是因为森林管理政策的无效 罗恩称事态已经失控 其目的不再是为了灭火 而是为了管理预算 这实在令人尴尬 我是第一个说这个话的人 而且我是公开说的 他还说环境旅游者说 干预已经把森林管理 林业消防和野火预防变成了一个灾难现象 这真是令人沮丧 我从事消防工作25年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 我们必须另谋出路 因为现在的做法实在是太荒谬了 同时9月14日在罢免纽森特别选举之前 加州立法者正无限期的推迟 关于野火肆虐的监督听众会 布特县监社会主席比尔康纳 立于8月12日起草了一份 至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 和美国林务局局长兰迪摩尔的信 内容是关于迪克西大火 和去年的北部复合大火的处理方式 然而这封信被修改 以缓解紧张气氛 并在征得整个委员会的意见后 才发送出去 原始草稿指责林务局失职 并要求对该两项大山火的处理方式 进行调查 其中写道 由于美国林务局对管理火灾的疏忽 我们不能再信赖和信任 他们的决策过程 12天后寄出的信件指出 我们质疑美国林务局的灭火理念 他们一贯的用火政策 只要不对房屋或生命造成直接风险 就允许其燃烧 现在实险无效 近年来的这种做法并未奏效 在极端干燥的条件和天气模式下 大火一天内可燃烧超过15英里 信中也确认 林务局最近表示将在这个火灾季节停止这一政策 这封信的两个版本都要求报销 与该线应对火灾和恢复工作相关的费用 迪克西大火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火灾之一 于7月14日在羽毛河峡谷的克里斯塔被上方爆发 目前仍然在肆虐 根据加州林业余消防局的数据 截至到8月29日大火已经蔓延至765,635英亩 1200多座建筑物被摧毁 48%唯恐 灾情影响5个县 包括布特县 普拉玛斯 利哈玛 拉森和沙斯特 同时纪念碑山火和迈克法兰山火 已经分别燃烧了10万英亩 卢恩说 埃尔多拉多县的卡尔多山火 在8月14日爆发后 吞噬了辉巡港镇 燃烧达到126566英亩 损毁450多栋房屋 8月25日 圣贝纳迪诺县的莱特尔西和卡拉维拉斯县 又发生两起新的火灾 2014年 作为塞拉县监事会主席 罗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五位监事都接受了 今天那份决议就像一个水晶球 可以看到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说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他说我请求州内其他邻居县支持我们的构想 有几个县已经加入 但我希望整个州都能站起来呐喊 当地紧急状态在2016年已经更新 但最终这也努力未能获得州和联邦当局的支持 该决议警告美国林务局和州政府机构不受控的天然燃烧堆料 已经构成了严重而持续的灾难性野火的威胁 罗恩说我们坚持不懈的减少荒地 城市交界处的火灾风险而不是烧毁这些社区 这份文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他曾担任过消防专员 目前是塞拉内华达保护协会董事会的成员 罗恩说加州在不停地与诸多破坏性的森林火灾搏斗 其主要的原因是加州林业与消防局和美国林务局的一再重复 犯同样的错误 并期望有不同的结果 他说第一个错误是允许生物多样性中心 和内华达山俱乐部等环保组织出面 阻碍清理燃料的技术实施 如森林疏伐 即砍伐一些树木和清除死亡的树木 以创造更健康的森林并减少火灾风险 这两个环保组织有庞大的法律团队 并已经起诉政府机构和参与伐木 采矿等从事基础产业的公司 在回应这些指控的声明中 加州林业与消防局说 我们赞成积极的减少野火燃烧 鼓励商业企业开发利用那些 为减少燃料而清除的植被 路人说直到2018年的坎普野火 该两组织还在干扰太平洋瓦电公司 维修人员清除电力线附近的树木 他们指导说 PGNE的承包商 哪些树木可以移走哪些不能 坎普野火是由PGNE一条有故障的输电线引起的 该火灾是加州史上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野火 造成至少85人死亡 整个天堂镇被夷为平地 路人说 在坎普野火发生前的几年 PGNE的维护人员不得不在这里砍一些树 在那里砍一些树 以避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 而不是清除所有可能倒下 并砸到输电线的树木 他说 而且这也是我们今天野火频发的部分原因 虽然加州林业与消防员表示 狄克西大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大罗恩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 一棵树倒在电线上造成了短路 根据7月18日提供给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一份PGNE的报告 7月13日 该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首先在一棵靠在电力线上的树底部发生了火灾 根据ABC10报道PGNE于8月16日向缓刑法官公布了2019年现场检查时用无人机拍摄的照片 照片显示火源处有一棵冷山树向电线倾斜 但最近的照片显示 这棵树是在7月13日上午倒下的 被电线卡住了 ABC报道 PGNE告知法庭 在2021年初 即最后一次检查现场时 这棵树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物源 卢文说 生物多样性中心也反对生物智能设施或燃木发电厂 尽管它们消耗了枯木和碎屑 并排放蒸汽而不是烟雾 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生物智能常被作为鼓励大规模砍伐树木 抒伐的工具来宣传 声称这将在野火中保护社区和森林 该非盈利组织还表示砍伐是保护房屋和社区的无效手段 最终得到补贴的只是少数商业木材厂 同时生物质提取对森林造成了重大的生态破坏 该组织声称死树不会增加野火强度 不应该被送往生物能源设施 直立或倒下的枯树带来许多的生态效应 如果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稳定土壤改善水质和增加碳储存 当枯萎的树木被移走 在生物质发电厂焚烧时 这些生态效应就会丧失 然而卢恩说枯树和干燥的碎片会形成一个火药箱 这些额外燃料会引发燃烧森林的火灾 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这不是什么尖端科学 卢恩说如果整个森林被烧毁 那么留下的这些碎片以及其他的一切 包括野生动物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森林只是一个大草地 他说如果你不照顾它就会发生什么 它是一种可能的再生资源 如果我们不利用它 大自然就会照顾它 它会把它清理干净 这就是它正在做的事 卢恩估计在过去的几年里 普罗莫斯国家森林一半以上被野火焚烧 卢恩不同意关于气候变化是过去几年加州野火唯一原因的说法 不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虽然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一个因素 但这就更有理由明智的花钱 制定更好的森林管理计划和更实用的野火预防政策 卢恩说他不愿意提出环保组织在森林火灾中拥有既得利益 但他指出他们的确从那些促进气候变化说法的危机中受益 他说在过去的两个夏天里 从西南沙漠区到太平洋西北区以及其他地区 浓烟滚滚的天空应该向联邦机构 如美国林务局以及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政府发出一个信号 计他们的政策不起作用 截至目前为止 美国林务局尚未对此进行置评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